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,军工交年金改革将在7月1日上路,近来有关年改的网络谣言不少,针对退休军工交18%优惠定存利率的改革,有谣言只把不可优存的本金领出来,就不能提出复审及救济。 行政院年金改革办公室今天澄清说,退休军工交可自行决定要不要有18%优存的本金领出,退休人员优存本金领出与否,与其依法得提起救济的权利无关,纵使将优存本金领出,仍然可以对于重新计算的处分要求复审,提起救济程序,不会损及退休人员依法得提起救济的权益。 年改办公室指出,由于退休人员优存金额经审定应减少者,其不可办理优存的金额会改按一般活期储蓄存款利率计息,所以可以考虑自身经济生活安排,审着存款金额是否改做其他运用,来决定年改后要不要将不可优存的本金领出。